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蒋介石智掌的大权 这个人对共产党人什么态度 现在看不清楚 可是上海呢 微计吧 现在看不清楚 给大家看不清楚 这一檐农党的 进入过后 قو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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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太热了 广州的天气再热也没有你在湖南 把农民运动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烈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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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 请坐 先喝杯水 润润嗓子 歇歇酒 好 任志兄 你这次来广州 担任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这个位置 很重要啊 你看 这屁股还没坐稳呢 就给我谈工作了 目前这个职位呢 是王精卫在兼任 但是独秀同志已经找人 向他提出这个议题 我相信啊 王精卫也很愿意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王精卫还是左派的 他经常会提到 愿意跟苏联 愿意跟中国共产党 继续保持紧密的关系 王精卫这个人呢 还是要小心提防 他是想借我们党的力量 用来抗衡他的政治对手抢劫师 你也会来抗衡的力量 任志权 你说得对 既然来了 就在这里好好住下了 房子已经帮你找好了 虽然简陋了一些 还算宽敞 方便你把扫除任何孩子 借过来住 考虑得周到 和仲副先生一样 这不应该的吧 来 我再给你听点说 起立 同志们 请坐 今天是我担任 中国国民党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主持的第一次宣传部部委会议 与会者的名单我已经翻看过了 对诸位也有所了解 我们宣传部 几十名国民党干部中 有一部分人也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 我身为代理部长 也是根据两党的决议 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 是跨党的国民党员 根据目前的形式 国共两党需要进程合作 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次会议我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 眼下张作霖 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 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 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屠杀工人群众 封闭民间团体 摧残人身自由 因此中国的许多地方 都举行了 反奉捣断的示威游行 持续军阀孙传方 顺应国民反奉的情绪 向张作霖宣战 发动了反奉战争 在现阶段 这场反奉战争可以视之为 反对帝国主义的 民族革命运动 我们各级党部 要对此行动 予以迟导宣传 对 军阀之间也有矛盾 我们不应一概而论 宣传部取槽一份 中国革命党之 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报 国民党中央 我们秘书可马上去走 这第二件事情 是 不讽调 justement 经许可马上去走 未经许可马上去走 本上去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他言不由衷 这方面 恩来最有发言权 我赞同润志兄的分析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内 实行了很多现功措施 有人说他是新右派 我看着像 这个人野心很大 口头上虽然是拥护俗俄 但其内心 对我们共产党有一种仇视 这种仇视 我经常能感觉到 我甚至还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只要时机一到 他蒋介石 甚至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行动 仅仅是预感吗 恩来在黄埔军校控制多时 不论是在校区 还是在东征陈旧名叛军的战场上 他都是在蒋介石的左右的 他做出的判断 包括预感 想必都是有根据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现在在广州 最有权势的 应该就是蒋介石了 连政府主席汪精卫的话 他有说也不会听 咱们现在 暂时只能听起言 关起刑吧 来 小钟 小钟 橘子郑准备好了 我们该出发了 我为什么要离开广州 为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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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说汪精卫要借苏联顾问团的手 整穴到蒋介石 有的说蒋介石要把汪精卫赶出广州 反正一山不容二虎 也不知道他们谁会先有动作 现在广州的情况非常的诡异 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廷 还有加伦将军都已经回国了 现任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 纪山家 对广州各军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一手把持军政大权的蒋介石 一度的扬言 说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对他有所猜忌 想要辞职 依我看 辞职是假 背地里头搞动作才是真 毛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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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解言了 广州所有的城门全都封了 听说在脚工人纠缠队的枪 接着全是当兵的 蒋介石动手了 去广东去委 你注意安全 哈 rested 老船 不允订 国民党海军局代局长 共产党员李之龙 史称中山剑事件 站住 干什么了 我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 让开 毛泽东 陈延年呢 去苏联顾问团 对 刚走 走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顾问团的朋友 找秦山佳团长 接 秦山佳同志 秦山佳同志 是蒋介石 发动的事件 顺便 你们看一看 竟敢把你们顾问团 也包围起来 这不是反革命政变 这是什么 纪山家 团长同志 蒋介石现在已经 全然地暴露了 他反动的真实面目 事态非常地清楚 蒋介石借口 有人擅自调动中山剑 逮捕了我党的党员 中山剑长李之龙 还把他掌控的 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的全部共产党员 统统逮捕起来 扬言要驱逐 黄埔军校的 全部共产党员 这是一场突袭 这是一场政变 蒋介石先生 还说要赶走我们 军事顾问团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 是反击 是调集民间的力量 反击他们 我想听一听 各位的意见 陈延年同志 情况来得比较突然 我们还没有与蒋介石 取得联系 还不知道他下一步 会采取什么行动 也许是一场事变 也许是一次误会 机上架同志 你们的观点 让我很吃惊啊 来 先干一杯 要正经 正经 蒋介石的刺刀都逼到脑袋上了 正经不了 在后 对不起 周主人 不能进 我有急事要见蒋小长 他不在 胡说 你是黄埔的第一席毕业上 敢这样欺骗你的政治部主任 我知道小长 现在就在里面 周主人 有特许通行政务 这一次校长的几率很严格 没有通行政务进不去 我是周温来 周主人 周主人 您这不能进 别拉我 周主人 别拉我 小校长呢 周主人 放开我 不能这样 小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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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医军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 都被扣袋在这儿了 听说是校长亲自下的命令 安来 实出有因 我医师也说不清楚 至于医军中的共产党员 都已经被我们集中保护起来 所以你也没必要担心 小校长 我们在东江前线与陈炯荣部队 浴血奋战 可是后方呢 我们的同志被五花大绑 我今天来 就是想讨问个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 有人要谋害我 要谋害国民革命 情况非常近期 你也看见了 何军长已经被我从前线 紧急召回来了 周主任 情况确实复杂 校长也是无奈 校长 我们共产党人 使两党合作为生命 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 你不放人 我不走了 你说我打板子 话说不走 词umpy 词 词 提醒他 里面 词 感谢观看 小长 静芝你要明白 一旦共产党真的有了实力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锋开枪 所以我们要趁他们羽衣威风之势 赶紧把他们从我的第一军中赶出去 晚了就来不及了 校长所略其事 报告 校长廖仲凯的夫人要见您 不见 不见也得见 夫人 好你个蒋中正 你是无法无天哪 夫人此话怎讲 孙先生和仲凯尸骨为害 一句公然背叛三大政策 抓共产党 叫公然的枪包围苏联共闻团 你到底想干什么 请夫人先不要动怒 夫人冷静一下 有什么话 坐下来慢慢说 你说你对得起谁 你对得起孙总理吗 我对先总理忠心耿告 我怎么敢违背他的一致 我更不会背叛革命 现在的情况是有人要谋害我 他们想把我从海上绑架到苏联 而我采取的种种措施 无非都是在保全我自己 夫人 这都是我万般无奈之举啊 请你一定不要误解我 我蒋中正到今天 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 其实革命者 又何必做出那些反革命的举动 你蒋中正的子太子可真够大的 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宅子 也敢包围 你难道想推翻国民政府 我怎么敢推翻国民政府 这不成了真正的革命罪人吗 是 军队是出现在汪主席的住宅周围 但那都是为了服务 才能再个人 打进嘴后 给你的手 我真的遇怕 这一个人 我现在 不想推翻 我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恳请夫人一定要相信我 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先宗礼 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夫人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请知 用我的车送夫人回家 是 是 快备车 是 邀夫人 请 让我走 可以 先把周恩来他们给放了 可以 但要等我弄清楚余罕案之后才行 为了这五个太挺tails 为了其他的 也预抢 得准备 有了 今天的 颂病 结果 应该是 收 stealing 是 今天一大清早 才得到中山剑事变的消息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误会 可是我走到窗前往窗外一看 这窗外全是他蒋介石的兵 全是他的兵啊 我骂人了 骂人之后他们才撤走 这是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成何体统啊 这还是我们革命军的样子吗 这广州 还是我们国民政府领导的广州吗 后来我给他蒋介石去了电话 我也就是想问问他海军局的情况 他倒好 倒打一旁 他说我 要勾结苏联人 企图绑架他 主委 我绑架他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绑架他 反倒是他 抓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 还抓了大批他们第一军的共产党人士 更有甚至 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 你说这太猖狂了 这是什么行为啊 叛叛变行为 他就是叛徒 有见于此 我认为咱们就应该旗帜鲜明地 逃罚他 逃罚蒋介石这个叛徒 必须武力逃罚 不是 愿运你 不是 你们 你 今天在座的没有定义军的人 诸位大可以大胆地发言 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是国民党军委主席 我召集这个会议 各位作为军委委员 就应该是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义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对吧 谭军长 表个胎吧 我们第二军不主张武力讨伐 蒋介石已经表示了 他只是针对共产党的异动 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并不是针对国民政府 也不是针对汪主席 不应该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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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针对 纪姑娘 那并不应该是针对 纪姑娘 而且是针对 那并不应该是针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意思 摆设 好 你们都听她的不听我的 我还在这广州待着干什么 算了吧 1926年3月20日 身为国民政府主席 兼军委主席的汪精卫 召开军事委员会 紧接会议 会上汪精卫深感权威 受到挑战 奋而称并去职 携家眷复法休养 现在广州的形式归异 你啊 怎么不能轻敌妄斗 我钱不怕万不怕 就怕党内出两个猫是可以 你说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帝国主席和军法的势力非常强大 而这位蒋介石呢 他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对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而言 这是一块蛀石 我们只能帮助他 尽可能地争取他 您的意思是说 要把这块石头绕到人命手里去砸军法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您派我去广州的目的吧 我总觉得啊 蒋某人不是左派 也可能不是右往 但愿他的立场就像他的名字 名字 蒋某人 您怎么变测词先生啊 我不测词 我只测心 从那一言一行当中测他的心 可我还是吃不准他 我曾经也怀疑过他 这个明白着吗 他只是和王精卫不共败尽 和我们共产党 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 我明白了 我去广州看看情况再说 马上动身 好 车 进来 车主任请 刘老邓 你后来 吧 车主任请 恩来啊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 何军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属下不知这就去尝 周主任实在对不住了 快去找军医 不必了 作业先和我说 有什么话直说吧 安蕾 我一向很欺負你 因为我欣赏你的才感 所以我一直对外说 你是我的左膀右臂 可你呢 总是为共产党所用 对我的态度很过激啊 北阀还没开始 北面的军阀吴佩孚 张作霖 孙传芳还虎视眈眈 这些子弹 应该是用来对付反动军阀政府的 贵我两党怎么能互相缴子弹呢 我们应该把枪口 对准同一个方向不是吗 你走吧 我不会难免你的 但我希望你能够制作减退 蒋校长这样的作为 我周恩来也无法与你同进退了 我也就此 告别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了 赵主任 何军长不用锁门 我认识 你岁啥 是 他想报国 他是去的 我认识 你现在是在这儿 ach 他算是在这儿 其实有没有什么 你这儿 没有什么 你就这儿 他刚才没什么 你这儿 他打算是 你这儿 那个汪兆明不是要离开广州吗 让他赶紧走 他一走 这一出大戏的木骨就可以合上了 校长英明 眼下我们离不开苏联人的枪和炮 看来共产党 也是不敢轻举妄动啊 可惜他周恩来走了 校长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怎么办 让邓雁达来做 邓雁达的才干 不在他周恩来之下 是 自带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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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你没事我就赶过来了 来 准处 这不说 毛布上 不妨是 我现在最欣赏的 就是能够在危机关头握紧枪的动阵 睿之兄 坐下说 睿之兄 受伤了 没事 不碍他 睿之兄 你来得正好 我现在心焦虑得很啊 两天前 你刚刚就任于广东农民讲习所 第六任所长 你发表的 坚决依靠劳动群众的演讲 我在报纸上已经读到了 你的消息倒是快啊 我认为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很有道理 我也知道 你在思想上的枪 是十颗压满子弹的 我想请教认之兄 我该怎么办 使枪压子弹我是不在行的 但是我知道 什么时候该开火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现在马上回到黄埔军校 发动全体的共产党员学生 奋起抵抗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号召力的 肯定会有一大部分的军人 站出来抵抗 如果军人一动 那么广州的工人纠察队 就可以相机而动 如此 局面就可以改观了 伦志兄的谋策 我也不是没想过 但是现在黄埔军校 已经被蒋介石严格管制 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员 寸步难行 都在右派学员的监视中 黄埔局势胜算不大 我们马上到李福春统治家商议 总而言之 面对徒刀 中国共产党人 不能坐以待兵 说得对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对待蒋介石的态度 必须强硬 必须以牙还牙 从今天的局势来看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